Welcome to IT 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这一个Tutorial呢 我们要把刚才做过的东西 再使用这个NUnit来重新做一次 那其实在第1个Tutorial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过一次了 第2个Tutorial呢只是我要让你加深印象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一个 这个Project 然后那在这个Project呢 其实我有个地方有稍微改一下 跟之前的Video不太一样 然后那 他是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我改的东西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只是加了这些comments而已 我只是加了这些comments 然后那你知道说这个NUnit跟Mstest有什么差别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 在把它 看到这个2.1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就是要 create 一个新的 这个class library 叫做NUnit 那你要注意一下哦 就是在我们用 Mstest的时候我们是使用这个 unit test project 那在使用NUnit的时候呢 我们则是用 则是用这个class library 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对着这个solution按右键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的是 add一个新的project 然后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的是这一个 Windows desktop class library 名字 copy一下 叫做mathematics.library.unit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press ok 我们就create这样子的一个solution 然后那我们在讲义的这个地方 你要先把这个class1 先把它删掉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class1删掉 那class1删掉之后呢 那接下来 好你要再add reference 那add reference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对着它按右键 选add reference 然后呢我要add的是这个mathematics.library press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installNUnit 那你要installNUnit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对着这个reference按右键 选这个manage newgate package 然后接下来在brows这个地方选search 好那你就可以search这一个NUnit 那你这个NUnit呢 search完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选第1个notion install 然后它是3.11版本 那第2种方式呢 就是你直接打这一个指令 然后你去这个package manager console 那怎么样去找package manager console呢 其实就是这个tools 然后这边有个newgate package manager 然后package manager console 点开来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你要跟他讲说 我要installnewgate package 到这一个 到这一个project 然后comment 把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把它打上去之后呢 press enter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install这个newgate package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图形界面呢 他这边就平常uninstall 代表说你已经install好了 好那我们这一个步骤 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create 这一个class 那这一个class呢 其实 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东西 直接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呢 他一定会跟你说不能build 那其实要改的地方 第一个是这个namespace 那这个namespace改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impot一下 那他变成是使用nunit framework 你可以看到你原本是使用的是这个东西 可是呢 现在你把它改成这个 我把这两个放上来 好那你做比较 然后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那你要把它改成这个nunit的话 你就是这个 要把它改成textfeature 然后那这边呢 就把它放过来 那我这边改成mstest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就是他的比较 好 然后那接下来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test呢 放过来 然后接下来 要把这个放过来到这里来 好那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ms 这样子就是一个 这个nunit的这个 这个testmethod 那接下来呢 那这底下的每一个呢你都是把它 attribute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几乎什么都不用改 你只是改他的这个 attribute 那你改完之后呢 基本上你已经搞定了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边 right click rebuild the solution 那你rebuild the solution的时候呢 那你这边这个text explorer 他就refresh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nunit 这个是mstest 然后那接下来 你就可以run all 你run all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四个test 然后这里面也是有四个test 那现在每一个test都是test成功的 然后那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mstest都搞定 好 那我们这一个步骤呢 其实我就没有在示范说要怎么用这个自动generate的方式来generate 来自动生成的方式来生成这个 这个nunit 我现在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跟你讲说 nunit跟mstest 他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这个attribute 当然还有其他差别啦 只是你要知道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里 好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